所以你現在來打頭炮的第二季業績上 都關鍵的 如果你看到圖表上 你就可以畫一條下降軌 不用畫到很遠 由今年年頭開始伸下來 升穿了 才可以想去轉勢 否則的話短線技術反彈 低位搏了就要開始想走 其實我們上個星期都是講這個道理 每次有一個指數 今次是導致陷入技術性紅時之後 通常是會反彈 等於標普500在5月那段時間 看到技術性紅時 接著一樣是反彈 但接著就會串毀 所以暫時來說 我覺得指數如果你看到很短線 市場又想著 如果怕過落很多說法就是 衰退應該不是很嚴重 短暫性我們可以的 但問題是股值不可以的 所以如果你看到圖表上面 或者走勢上面 都挺肯定還是下降軌的 至於你能不能夠突破 我自己就仍然有一個很大的 企業額 即是Arnold 即是看未來的大市 都是向下的機會比較大 好 上半年我們看到的情況就是 受著那個俄烏局勢 以及對通脹憂慮和經濟衰退 這三樣情況就很左右著市場的走勢 你覺得第三季是否大家 都會繼續集中在這三個因素呢 還是說有些因素 我們之前錯過了 現在又應該留意一下 其實沒有錯過任何東西的 你唯一錯過了 上個星期的反彈 那個選擇反彈势頭在 你剛剛說的那些烏和局勢 完全沒有任何好轉 高通脹的問題 現在是有少許改變的 但你想想背後改變的原因是什麼 極其它的大麥能源價格 又回到不少下來 原因是因為市場怕經濟衰退 所以已經不是滯脹的情況 滯脹就是高通脹環境 經濟增速很慢 甚至有個衰退的情況 現在是開始有個 由滯脹的階段 甚至轉移到央行 用一切的方法加息 壓低物價 放棄經濟 壓低物價 簡單一點 是一個典型的經濟衰退 所以你暫時來說 那個股市 同樣地走進一個 浪帝爾朗的情況 好處 或者一個利好因素 就是至少 標普500 擺脫回到技術性紅市 不是5月的低位 但是短暫性 下次再穿 你就要走 所以現在一刻 你說美股上面做部署很簡單 之前沒有走 我們經常都說 之前不做風險管理 現在都要做 那個道理就好像港股一樣 港股由3萬點跌下來 2萬7的位置 是技術性紅市 那個位置跌多的糧食 就開始要投降 總會 但你投完降之後 有時候會技術反彈 但是問題就是 究竟你做短線部署 還是做中長線的 美股還未適合做中長線部署 我自己看 但如果你假設這些 我只是硬去做的時候 用5月的低位 來做一個指責 或者指施位 再穿 你就要面對 所以其實你看看 美股三大指數都是走一個浪 第二浪的形態 說轉勢 都還是言之相早 但當然說 如果在第三季 突然間烏合局勢好轉 突然間環球經濟合作 中美關係突然大幅好轉 握手握肩膀 經濟增長很強勁 美國的失業率 原來4%都跌不穿 從全民就業的狀況來說 股市有軟機 到時才算 所以我覺得 你其實今年的狀況 比較適合見步行步 大家想不到下一步發生不適 如果你做中長線部署來說 美股暫時都是以逢高減持為主 但問題就是 如果你是做短線部署上面 你就要看得很失的 你記住分清楚 中短線來說 起碼是一年以來的 如果你說你的部署期 你現在看一年以上 真的要做長線部署的話 暫時不是甚麼特別帥仔 或者適合的時間 簡單一點就是 美股行了13年 好像你在別人開始冷卻 結束一段時間 有機會結束 可能是不斷增大的時候 你才去做長線部署 一定不發算 所以暫時說 你是短線的話 還未可以判定死數 很不行 但問題就是 我們經常說 美股未經歷一些 恐慌性拋售 經歷恐慌性拋售之後 還有機會執著 真的可能市場怕過了 現在市場就是趕了 但實際行動上面 三大指數都不是特別低估值 就是你VIX指數都不是特別高 未經歷完一樣 很波動的情況 市場是難見底的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這樣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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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